好,我把表面的膜先取消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開門調整一下 右邊這邊有一個直播的開關 你往下按可以切換到不同的模式 好,所以呢,相關的這些模式 可以參考說明書上面有寫 那這個是設定 比如說播到這個設定箱之後呢 我們可以往下壓 就是OK鍵這一個 旁邊這個OK鍵往下按下去 好,你可以進到設定箱 那第一個設定箱呢是 過炸碼的警示 那你往下播可以切換到下一個 第一個設定 這個呢是S-01 是我們的時數的參數 好,預設是100 就是原本ECU電腦的值 好,那停太久它就會回到原本的畫面了 所以我們再把它按一下 那F02呢是我們的平均油耗的係數 那01是即時油耗的係數 那這個是低電壓警示 高電壓警示 超速警示 那溫度警示 跟批道駕駛的警示 好,所以設定箱大概有這幾項 OK,那我們來實際呢 上路來看一段 下路來看一段